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你却还是百般挑剔 咱俩不仅是情侣 也是工作伙伴 应该公司分明 你平时任性也就算了 不能因为你是我女朋友就在店里肆无忌惮影响工作 只要想起这是你和你前女友一起开的店 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你明明就是还没有放下她 在你眼里前女友母亲工作都比我重要 你的性格真太阴晴不定了 高兴的时候变得特别疯 阴雨的时候变得特别孤僻 我感觉我自己的情绪都被你影响了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走下去了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男嘉宾看先生28岁来自辽宁店主 女嘉宾小战22岁来自辽宁店员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你是店主 对 你是店员 对 是一家店的吗 是 是 这还跟员工谈恋爱啊 我们俩之前不是员工关系 他喜欢玩桌游 我也喜欢玩 然后但是他是那个桌游的主持人 我俩是通过玩那个认识的 然后一来二去我俩就熟了 后来他被辞退了 正好我有店嘛 我就让他去我店里工作 到你店里工作就变成你女朋友了是吧 慢慢变成了我女朋友 所以就告诉姑娘们啊 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以为这男人对你好给你个工作 你看早学不上你了 一开始我挺喜欢他那性格的 是是是 就是学不上了吗 我说的就这意思 我是警醒大家 当然是真爱也没什么 怎么了呢 谈了多久啊 我俩现在在一起谈了半年多了 我觉得他这个人性格有问题 人多的时候他就特别外向 然后人一少了吧 他都不说话 可能是因为跟他家庭原因有关吧 因为他从小不在父母身边 他是爷爷奶奶养大的 性格有点太孤僻了 我就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一个人 就是我感觉两个人之间 没有什么话题可以聊 这要么不说话 要说话就吵 我来问问姑娘吧 跟他谈恋爱之前谈过恋爱吗 谈过 主持人我跟你讲 就他谈那个恋爱 问的是我你把嘴闭上 那你还不让我说了呀 他问的是我不是你好吗 谢谢把嘴闭上 不厉害了啊 您说 谈过就是两三次 然后就是几天 你再说一次几次 两三次的恋爱 你谈了四五次恋爱了 就几天恋爱对不对 最长的一个月 主持人 我乐意 跟你有什么关系 最长的不是一个月吧 最长的除了我以外啊 对对对 我就是说 在我之前 他就 他就处了一个月 对象是最长的 那你想说明什么呢 就肯定人格有问题啊 那要不然你为什么对象 都不跟你说呢 分手原因 直接又把你甩了 我就三两天都不要你了 他甩就甩 别下个更好 不吵不吵 脾气那么爆呢 就对他一个人冲啊 还是说 所有人都这样 那可没有 在外面跟你玩的 可乐呵了 跟你男的勾肩搭配的 那我发小怎的 发小比他高是吧 嗯 因为我难过的时候 基本都是发小在陪着我 发小是男孩女孩 男孩女孩都有 那其实应该在发小里面 找一个男朋友 发小二十多年的友谊了 在一起早就在一起了 就是不喜欢 就能当朋友 就哥们儿 主持人 你都不知道他有多恶劣 你说了我就知道了 从一开始 我俩就是刚认识的时候吧 还可以 要等紧接着我俩认识一段时间之后了 上班天天迟到 本来我店是九点营业的 十一点多才去开门 有的时候十二点 那大冬天的 我这么早去开门 冻死我呀 那你 你不能去开门啊 你是个男人 又不是我是男人 那我顾店员是干什么的呀 我是你的店员 那你也不能让你的女朋友大冬天呢 大早上九点去开门 连人都没有 那谁家店员看等到有人才去开门啊 那你看大街上有几家店就等到 我家来人了 我现在我该开门了 哥们儿 你有几个店员 之前好几个就因为他来了之后都赶走了 谁赶走了 他赶走了 我那些女的我就看不顺眼 他就觉得我女生好沟通吧 要不然我怎么能让你来我店里啊 那女生好沟通 男生就不会说话了呗 那你世界上男人都是哑巴呗 对你来说 而且主持人我跟你讲 他后来不光是迟到 要不然不去了 让我去开店 对 人家现在老板娘了是这意思吧 而且他一常摆出自己就是一副老板娘的姿态 但是服务态度还一点不好 让他拢个账吧 还摟出错 就没有一次对的 你自己说是不是的 那我服务态度 那要看客人对我什么态度 那客人对我态度不好 那我还怎么念 那我还没听过 干服务行业要挑客人的吗 那怎么的 那咱们干的就是服务行业 不知道吗 对我这个样子呀 他对我那样 那全成你的了 今天这个顾客好 你见门吧顾客 这个顾客太后不好 你除去你败些了 我们店不乱 那他对我态度好一点 说话不是那么横脑的 我能对他说成横脑的 没有你这样的主要是 这怎么没有这样的 他对我态度不好 我就不乐意 那你这店还开得下去吗 我听你们俩这吵 我估计这店开不下 你看吧 店员给轰走了嘛 然后还挑客人嘛 我觉得如果从买卖来说 你只有两条路 一条路是不要让后宫关正 老板娘就回家想轻浮 重新招 我倒是这么想了呀 但是他不让我雇人 他雇人一雇就雇女的 不雇男的 那你说咱们卖的就是公益品 那男生咋就没有公益了呗 天下男人不会说话的呗 行 这事我降不过你 主持人 他特别不尊重我你知道吗 那你尊重过我 你能不能听我说啊 我不能 有一次的闺蜜 你闭嘴得了 你闭嘴 我说话 你要说尊重那个事 我还想说我 你没尊重过我呢 你们尊重一下我 你先说 说完你再说 可以吗 这可以吧 我想先说话 我不想让他说话 不是 你得尊重一下我 那主持人让他先说吧 那行 行 行 他要尊重你 那你先说 我也谢谢你让我先说 那不客气 因为有一次 他大半夜出去喝酒 不跟我打招呼 我这个人吧 特别不喜欢闻酒味 因为我闻酒味 我就特别恶心难受 然后他半夜回来敲门 然后说我穿了一身睡衣 蓬头弓面地去给他开门 我一开门 身后站着他一群狐朋狗友 然后说还有一次 他带着他的合伙人 回来喝酒 然后他合伙人呢 非要敬我一杯 我都说了 我说我不会喝酒 因为酒精光敏这个东西 不能喝酒 他非但不足了 他可能说 你多喝点 多喝点 那咋的我喝死了 那哪是我不足 你把嘴冰上 我妹说完 你别插我的话 谢谢你 然后 我就喝了一杯白酒 卫生间吐了一个小时 他第二天都好 像没事人 是直接转身上班了 那我叫人喝酒 那不也是为了应酬 为了工作吗 那我要不喝酒的话 那你吃什么 喝什么呀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说 我最重要 我最重要 那我先来问你 你觉得你合伙人 跟我谁重要 那我跟你讲 那你觉得钱重要吗 还行啊 我感觉没钱 怎么那没钱 就活不了了 那你真是太将了 主持人 那个人是怎么回事 那个人就特别爱面子 不 咱不说那事了 总之这件事上 你女朋友不开心 尊重不够 应该帮着揽一下酒 酒精过敏嘛 就别喝了 我不知道的酒精过敏 问你呢 合伙人重要还是女朋友重要 别绕圈子 女朋友重要 完了嘛 早这么答不就没事了嘛 这叫尊重了吧 行行行 当他不说尊重我 该你说了 该你说了 别致正了啊 别指 好好说 说 就是那个有一次的闺蜜 去我店里 乡中了一个工艺品 然后她直接就送人了 但是送人倒无所谓 你告诉我一声 你把东西送人了 我都不知道 还是后来我发现完之后 她才跟我说的 这事我得解释一下 这个属实是我忘了 因为我那天我闺蜜失恋了 给我打电话 说要来店里找我 我说那你来吧 来了之后 她就在店里面逛了一圈 看好了那个东西 说这个东西多钱 我把钱给你我买了吧 我闺蜜都那么说了 我不可能让她拿钱了吧 对吧 我只能说那你喜欢 你就拿走就好了 你这是请了一个 姑姑奶奶到店里啊 我感觉是 而且我就是最近 就是有点忙嘛 她还不怎么去店里帮我忙 我说顾个人 她因为这事跟我炒树 瞧不起她呀这那的 真的我就没见过 你这种女的 要不然你就把这事 拎起来 你上店里帮忙活忙活 我也就不用那么累了 你说我天天晚上 要陪人喝酒 白天我还得看店 你累死我得了 你要顾男的我就不说什么 你要顾的还是女的 分手不就得了吗 吵来吵去的 她不同意 为啥呀 她其实挺合适我 但就是我俩 这是假话 我们俩其实并不合适 对 我们俩不合适 对对对 我们俩很合适 然后之后 她一点都不配我 她很配我 然后她那个脾气 她都能改 听出来有什么呀 我觉得你们俩不是挺好 那你希望她变成什么样吧 你告诉我 她希望变成小鸟一人的样 我刚才说的那些 都是小皮毛 你要深入地说一下 深入骨髓的事 有一次 因为我前女友 她上店里 把我店给砸了 她一说我就想 更生气这个话题 她的店名 是她跟她前女友 一起的店名 我让她改了 她不改 就非说 那我前女友跟我的名字 我俩一起打下来的东西 凭什么要改呢 更可气的是 她跟她前女友还联系着 她告诉我 我跟我前女友是和平分手 现在是朋友 那朋友咋的 24小时 巴在你16小时 天天跟你说话 她没人说话咋的呀 主持人是这样的 就是她说 要我改店名 为什么不改 就是因为 你也知道 现在要做第二 肯定要打广告做宣传 而且我这个店 有很多老顾客 广告费我都花了 那你不能让我那钱白花吧 那咋的 那店名改的 不会招新顾客了呀 要你想的那么简单 那上酒的时候碰下酒的时候 那都结束了 其实这个事儿已经有公论了啊 有一件事儿是有质疑的 就是它是夸大其词说 你每天24个小时 16个小时 再跟前女友联系 那不可能 我和前女友是和平分手的 就是因为是异地 然后还加上就是女方 就是母亲就不太同意 咋的你忘不了她 那你回去找她去啊 那你追我干什么呀 我俩现在就是朋友 那朋友咋的天也跟你说话 我俩什么时候天天说话 说没说话心里没点数吗 我不想跟你这样子一个事儿 主持人他 天天跟一帮男的 没事就跟他们组个角 三五天一组 我喜欢热闹呀 我乐意喜欢热闹呀 我喜欢热闹呀 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那次呢 你大半夜 上异性朋友家里打游戏呢 那你除备喝酒 你怎么不说呢 我问你的事 你上异性家去打游戏呢 你要不除备喝酒 那天晚上我能除备打游戏吗 我喝酒是为了应酬 那我打游戏 你那不就是为了玩儿吗 不能打游戏吗 他更可气 他说我出去跟异性打游戏 他不放紧 是 那天晚上 我两点钟回来了 他倒好把门反锁了 我就只能去我闺蜜家 我怎么开门都不开 他这人就感觉 我自己跟异性在一起不安全 那咋的 大半夜我回家 你反锁门我就安全了 这个女生搞清楚一点 男生是觉得要分手吧 至少她的想法里 是有分手想法的 你是不想分对吧 我觉得你不想分手 我哪那么理直气壮的就说呢 因为我特别生气 我有几个问题 特别想请教一下 您跟她的关系是什么关系 又是女朋友 也是上下级的感觉 对啊 那您为什么不认真上班啊 因为大冬天的东北太冷了 那就说她有资格辞退你 对不对 有资格 我没让她不辞退我 所以辞啊 辞完她也不干 你在那店里有股份吗 没有 那你凭什么管人家的店 能不能招人啊 他招人 他招女生 你管人家招什么 我不爱 我不愿意她跟女生接触 那是 那是你的问题 不是她的问题 招人不敢招啊 店不开了 谈个恋爱 店都不要了 买了都不做了 不是胡闹吗你 马上生意也没了 眼瞅着这女人也得跑 你没钱了你试试 但是这事她都是说我 你没钱了你试试 你看她跑不跑 好吃懒做吗 我可没有好吃懒做啊 主持人 那你怎么不去上班啊 因为冬天冷 你这说法 全东北的买卖 都得下午一点钟才开是吗 然后开的下午四点是吗 早上九夜钟钟没有人 那只能十一天一开 有没有人那是店规知道吗 那叫规矩孩子 对啊 你可以在家里胡闹 你走进了社会 走进了店里 走进了工作岗位 那就是规则 你关在家里 把她当男朋友 该怎么折腾怎么折腾 那是你们俩的事 你可不能把你这套 带到店里去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 糊涂啊 你跟我说 你小时候受了什么伤了 你男朋友一上来 就特别维护你的说 哎呀她小时候受了伤了 怎么了 就是单亲家庭 全中国的单亲家庭 多了去了都像你这样 我也是单亲家庭 你单亲家庭你有我单的 这也能比啊 你怎么单的 我亲妈从小的时候 就跟别人走了 我就到现在没见过 然后我爸也不这么的 还管我 然后就我爷有奶爸 我带到现在 不是也有爷爷奶奶吗 爷爷奶奶也就是 就是不会教我什么东西 都是靠自己 那你也不能就这么任性啊 姑娘 你怎么个单法啊 我爸得了癌症 在我17岁那年 然后他就没有了 为给他治病 就花了不少钱 所以说我从小就是 哎呀 就是我想吃什么东西 有的时候都没钱买 然后 苦孩子 就是那个心情就是 苦孩子 我把钱就看得挺重的 我看你看钱 看那点都不重 但是我就跟他 我就跟他在一起之后了 他所有的开销 都是从我这出的 而且他的工资 我一毛钱都没让他花 他自己把那工资 都给他爷爷奶奶了 那我都没说他什么 那也没什么 人家的工资 人家有权利啊 但他花的钱也都是我的 但是你愿意啊 那总是 所以姑娘 你知道你为什么 不愿意离开他吗 他对你好啊 他最在乎的是钱 但是在钱上 对你最不抠 他来钱的那个地方 应该是店 店现在给你搅和的 也差不多了 所以你要真想跟他好 你们俩还真得好好 哪有我主持人 他都觉得我老扣了 还扣啊 你问他吧 行了 你们俩别吵了 挺老师的建议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你们两个人 独有不幸的童年 小时候都受过伤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 你男友受过的伤 现在变成了老人 老姐 你的双 为什么一直是双疤 22岁的女孩 已经四五次恋爱 而且都是对方提出分手 我想作为一个女孩 需要去反思 是不是自己在恋爱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问题出了偏差 女孩 女孩 你要改变自己 而且让对方看到你的改变 好不好 谢谢包红熊 李总 最起码的情商 对客户 每一个客户 都是你的收入啊 都是你的生意来源啊 就算客户你围不住 一个小老板你维护住 对不对 你连她都维护不住 你还有什么呀 不论教养 就不说你跟她指着鼻子戳啊 当然她指着鼻子戳 也没有教养 但是呢你一个女孩 你看看你的形象 连川哥说 听听我的话 川哥多软地跟你说 听听我的话 我安排谁说话 也不行 我的天哪 这个是公众舞台啊 你横得不得了啊 最后底线都没了 你说送谁就送谁了 你都送完了以后 做什么生意啊 而且那钱还不是你的钱 就送你两个字 活该 你把它纵容着 做了所有的事 该把其他店员废掉就废掉 该把客户气走气走 早上不该不开门 不开门 该送人送人 是不是特别好 活该 谢谢李总 小冯老师 我很不理解 你当时怎么能开到店 我觉得至少 作为老板来讲 得有情商吧 因为做开店 维护客户 然后能让客户觉得 你这家店老板 特别地会说话 然后做生意很沉稳 很诚实 这情商一定得有 还得有管理能力吧 无论你请什么 小姑娘也好 小伙子也好 你请来的店员 至少你得有管理能力 你得管理她 让她能够好好的 把这生意帮你做好 可是怎么在 这段关系当中 我看不到你的情商 也看不到 你的管理能力呢 就是因为那个 是因为她吗 还是因为你自己 二十八岁 你也是谈过恋爱的人 没有那么多因为 我前天看了一句话 他说 我发现我为什么 这么多年做生意 失败 因为我总喜欢说但是 而且我但是背后 总把错归在别人身上 都是别人的错 才导致我生意没做好 都是别人的失误 才导致我没做好 我把所有的错 推到别人的身上 后来我发现 我不能这样做了 如果我再说但是 我未来永远创业不能成功 所以这个是一个创业者 他说 所以我现在再也不说但是 可是在你的嘴巴里 特别多 都是她的问题 都是她的问题 是因为她不让我请电源 是因为她不让我去做这个事情 因为她 所以我现在 才感情感情没有得好 生意生意没有做好 真的是因为她吗 我觉得还是得回到你自己身上吧 你要不要对于这段感情当中 有怕的东西 至少做生意有没有怕的 我怕我的生意做不好 所以因为我怕 我把感情和工作分开一点 如果我真的爱她 我怕她生病 我怕她生气 我怕她得不好的照顾 那我就把她好好养在家里边 可以 你算 有担当 可是你不怕呀 你不怕她难过啊 你不怕她跟你闹啊 所以你还接着把她放在店里 所以你没有害怕 才会生意做不到 感情得不到 所以你得反思你的问题 如果未来 你真的想把感情感情谈好 生意生意做好 需分开 同样对姑娘来讲 22岁 这个时候 女孩子没有太多的心计 可能真的就想 单单纯纯享受恋爱的时期 可是我看到的 你根本不像一个 22岁的年轻女孩 你在台上 像一个几十岁的泼妇 我知道 原生家庭可能带过 给你一些创伤 但是哪个人的原生家庭 没有创伤呢 谁都是在父母那儿 得到父母全新的爱吗 每个人都会在自己 过去跟父母的生活当中 有过或多或少的 一些难过的童年记忆 每个人都有 你不能因为你父母 没有给到你爱 你把你父母 没对你的爱 就撒在你男朋友身上 你也更不能把你父母 没给你的爱 就在店里对你的客户 去撒他们的气 如果你未来 依旧这样的话 我最担心的是 没有人爱你 而你就会认为 都是全世界的人 都不爱我 所以你们全世界 都是坏人 可是你没有想过 是你自己 你把所有人 当作敌人一样对待 怎么可能身边 会有真的朋友 还有一个 你说我的闺蜜失恋了 她喜欢一样东西 她想买 我能知道你把东西 给闺蜜 是因为你心疼她 但你别忘了 那是别人的店 你在那一刻 只是作为店员身份 所以你真的爱朋友 心疼朋友 喜欢朋友 你大可以 自己掏钱买来 送给你的闺蜜 你告诉给她 并且你也告诉给这男人 我不要你养 我靠我自己 我送给我闺蜜的礼物 我给你钱 你这样的话 会让我们觉得 很尊敬你 不要让苦难成为 你攻击别人的武器 让苦难成为 你爱人的能力 这样你才能得到爱 谢谢周老师 来 米娜老师 起初看你们俩 就像我小时候 看过的一个动画片的名字 没头脑和不高兴 一个就是没头脑 完全不知道 她在这一段关系里头 为什么这样去纵容她 弄得自己老板不像老板 男朋友不像男朋友 你呢 就一口一个 我乐意 我乐意 因为我不高兴 所以我吵架 因为我不高兴 我不想去上班 因为我不高兴 等等等等 我乐意 这三个字 在你的生活里头 一定常出现 因为从小 的确 你妈乐意 所以走了 她想过她乐意的生活 完全无视孩子的需求 你爸也想过我乐意的生活 所以完全无视家庭 无视你 也选择的是 把你放在爷爷奶奶那里 交给她的爸爸妈妈 就走了 你从你的两个大人身上 其实学到的就是 我乐意 看到你的时候 有的时候觉得也有点心疼 特别是 当你的确 姿势难看 仪态不雅 在那里跟她对骂 你回头回放的时候啊 您看一看电视屏幕里的自己 您的那一个举止 言行 不像22岁 我不知道你成长环境里头 你接触了多少 这样的一些负面榜样 是不是还在争执身中长大的 但是 你可以修正自己 你才22岁 你没有必要 让自己身上出现 那么多你不喜欢的东西 我知道你不喜欢它 因为你不喜欢 它用同样的不优雅 姿势难看的方法对待你 你希望它温良 你希望它好好听你说话 但是也就是因为 它正好是一个会指着你鼻子的人 才能够审美得了你 姑娘 否则 你换赵川老师 可能跟你相处不了一天 余老师可能半天就跑了 因为余老师没有那么多耐心 他能够审美你 他还欣赏你 起初的时候 还能跟你玩到一起去 你在作油店打工的时候 应该比在工艺品店打工快乐 因为那个符合你的性格 一年轻贪玩 那里好玩 二那里热闹 第三那里因为大家可以交流玩的东西 你觉得自己不孤独 仿佛有很多人跟你有共鸣 但你在工艺品店里头 你实在不知道跟别人交流什么好 你面对的都是冷冰冰的 一个又一个的摆见 既没有顾客来 你自己也不能够在店里得到乐趣 所以换一份工作 找到适合你的那一个 不要去帮男朋友打工 当老板娘 你要当一个甩手的 你只有在自己舒服的环境里头 你才能又恢复出 当初可爱的样子来 我想如果你一早就是这副泼妇的样子 你男朋友肯定也没法爱上你 他一定是喜欢在那里 打工的时候你的朝气蓬勃 你的和顾客互动很好 你的性格开朗 他才会误以为失业的你 到工艺品店打工 应该也能有这样的效果 你把它放错了环境 你不是像大家所看到的那样 完全无可取之处 当说把所有的工资 都给了爷爷奶奶的时候 我其实心里头也还是蛮疼你的 才22岁 完全可以把这一个钱拿去呼朋唤友 男朋友的钱是我的 我的钱也是我的 为什么要让我在22岁的时候 就养我的爷爷奶奶 那是我爸我妈该做的事 如果我爸我妈不负责任 我也可以做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这是受伤了的 无药可救了的孩子的逻辑 但你不是 你是我爸爸妈妈 即使过着我乐意 我不负责任的生活 但我对我的爷爷奶奶 我有养育之恩 我稍微有一点钱 我就恨不得都给他们 我花我男朋友的钱 但却要让我爷爷奶奶觉得 我长大了 能自食其利切 还能照顾二老 请你们放心 所以他有他好的地方 他害怕孤独 所以他才会周末的时候 呼朋唤友 了解这一些 可能也是你一直爱他的原因 你自己心里也清楚 你最舍不得的是钱 但你真的在他身上 你愿意花这个钱 把你的坏脾气收一收 你的男朋友不会走 如果你说之前 你不知道为什么 那几段恋爱都分手了 其实小姑娘 她们都告诉了你 为什么分手 只是你每次都用 我乐意 我不听 你用这一些方法 抵挡过去了 这一次 我们替你男朋友 把你的问题都告诉了你 我们希望的是 你们不分手 你们留下来 愿你好 真的 谢谢米娜老师 越大的店越需要规矩 该怎么招员工 怎么招员工 别弄成那个夫妻老婆店 你们俩开不了店 其他的没有什么了 好好珍惜吧 好好去爱吧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年 咱俩认识到这半年里 哭过笑过 也吵过闹过 但是我都容忍了 但是我觉得现在是 真的我有点迷茫 我有点慌 我不知道 咱俩是不是要继续走下去 咱俩都好好考虑考虑吧 好吗 听刚才思维老师说那些话 我其实想到自己 其实是有一些蛮横不讲理 但是22年了 性格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改的 我也给你时间考虑 我也会自己会反思一下自己 我们到底是不是合理 这段感情 谢谢两位啊 请回 谢谢您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看看这对嘉宾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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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件事情明明都是为了他 但是他就一直质疑我 一直认为我在找他的麻烦 在挑他的刺儿 这小片里看到男生认为是查岗 女生是觉得为他好 是吧 对 拍一个老板的视频 我到了火车站 我到了火车站 然后我家里那边又说其实也没什么事 你就暂时先不用回来了 然后我就紧紧张 然后我就急急忙忙地赶回来这部箱给他一个惊喜吗 你那能叫惊喜吗 然后我一进来 然后我一进来你就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我当时我就很难过你 他又认为我是在查他 你要说的是你没有骗他 是吧 对 你怎么会想他查你 平时嘛就我在家里话稿 他就突然就是上班 人上到一半 然后人就回来的 其实他这些忘拿了 我觉得就是他的一个借口 我忘拿东西我是真的忘拿了 那我记性一直不好的牛 不是不知道 对不对 而且那天中午 我单位上刚好没有什么事 所以说我就回来了 顺便吃个中午饭 然后倒个垃圾 你就认为了 我又是在调查你 那不就是回来调查我找的一个借口吗 你怎么老会觉得他是在调查你呢 后来就越来频繁这些次数 一天忘记个几次 我是真的是有事才是要回去的 我回去也根本就不是为了找他麻烦 为了查他 他总是往那方面想 是不是你经常落东西 而且一次还收拾不完 得回来好几次收拾 对 对啊 家里的东西都快被他忘了个遍 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你觉得 我感觉就是他对我一直都不信任 就一直把我盯着 他为什么不信任你呢 这很奇怪啊 就我也不知道 你相信他吗 不是我不相信他 是因为他做的事情 让我没有办法相信 因为他真的是骗过我 就像有一次吧 我跟他打电话 我就问他你现在在哪 他说他在家 然后我就说 那你帮我看一下 我阳台有一件白裙子晾干了没有 然后他就直接跟我说晾干了 可是其实我阳台上 根本没有那件白裙子 我只是试探性地问一问他 这就说明他根本没有在家 他就是骗我呢 不是你怎么会不相信他到这个地步了呢 我这好奇是在这儿你知道吧 其实是这样 我那天确实不在家 我在网吧打游戏 但是如果我说我在网吧打游戏的话 他又会让我证明这样证明那样 就是给他发视频 就发图片啥的各种各样的 就证明自己在网吧 就之前有一次 就我和我朋友一起去网吧打游戏呢 他就非要让我录我和我朋友打游戏的视频 还要让网管过来给我们拍个照给他发过去 就当时就觉得我朋友在旁边像看我笑话啥的 或者是关心地问一下你在干嘛 主持人其实还有一次 有一天就是早上 然后我昨天晚上赶稿子 赶得有点晚 然后第二天早上就可能有点不舒服 就请了个病假 还没睡多久 他就给我打电话来了 就一直叫我起来去看锅里煮了啥呀 因为他生病嘛 所以说我就好心做了点饭放到锅里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说你赶紧去吃饭 然后不要凉了 他又认为我是在找他的麻烦 在找他的事 我好心为他做的饭 他都能这么想 你好心给我做饭 你直接给我说锅里煮的啥 他当时是给我说的是 让我去亲自看一下锅里是煮的啥 之后还问我锅里是煮的几个鸡蛋 他还让我把那个鸡蛋敲碎给他听响 证明自己在家里面 那我不是怕你没吃吗 你竟然这么想我 那能叫关系吗 你那分明就是检查我在家里面 他至少是检查你有没有吃 我们先不说的是不是检查你有没有在家 你怎么会这么对这个人不放心呢 其实他做的很多事情都让我不放心 因为他还经常跟别的女生聊微信 基本上每天他都会聊 就我微信里面一千来号人 不是男的就是女的 女客户他们给我回消息 我不可能不回他们对吧 但我不可能跟同一个客户聊那么久 我发现不是这样 他不但聊微信 而且他还经常约女生出去吃饭 就是库克定个单程的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 当时我也挺忙的嘛 说起这个就是他之前拿我手机 打开微信就给我那些朋友 群发了一张照片 就是我们两个的合影 不认识的朋友你也给他们发过去 你说人的熟到朋友发照片还可以 但是有些是不认识 还有些是客户啥的 你给他们发照片 你觉得这样合理吗 那你说我们在一起 都快一年多的时间了 你有在朋友圈里秀过吗 我朋友圈里面不都是 那些工作给客户看的吗 连我自己的生活照 一张照片都没有 那所以我给你的微信好友 发一张我们的合照 这怎么了呀 你不觉得这已经打扰到 我的工作和生活了吗 后来更气愤 他又拿我手机微信 给我手机里面的那些女生 用我的口吻 说我女朋友今晚上不在家 可以来我家吃个饭吗 有人回吗 有人回消息就是骂我的 说我神经病 那你天天跟女生聊天呀 你知道我怎么想吗 我这么做 其实就是想试试 有多少个女生会回她 有多少女生回了 后面我再没有看到 我当时也没有想到 会给她造成这样子的后果 我也没有想那么多 但是她天天跟女生聊微信 我真的是很生气 不知道她有没有把我 放在心上 所以说我才这么做的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就需要保持一定的信任 就你连最基础的信任 你都不给我 你让我如何去维系这段感情 你现在又把一切的错 都归在我身上 但是我觉得我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好 如果让我真的 对你不管不问的 我做不到 姑娘 我问几个问题行吗 她可以跟你分手吗 她 就是她原因很简单 她不再喜欢你 她不再爱你了 她可以跟你分手吗 我 我肯定是不希望跟她分手 但是如果她执意 要这么做的话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第二个问题是 也许她就是像你想要证明的那样 就是一个游走在很多女性中间的 一个男生 那你还愿意跟她继续走下去吗 不愿意 不愿意 那经过一年多的调查 她到底是哪种男人呢 我觉得她一点都不专心的 不专心的呢 按你说不愿意不就应该离开吗 可是 接着我还要问啊 就是在你这一年多 这么紧张的这个调查她的过程中 调查出来问题了吗 调查出来了 她一直在骗我 她什么事骗你了 就是她不在家她骗我 然后她偷着跟女生聊微信 然后又约女生出去吃饭 你到底从事什么工作呢 我就是给客户画一些稿子 就是客户 就是发图片过来 订那些什么稿子什么的 她就觉得我喜欢和那些陌生的女生 就聊天什么的 我再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她有没有权利跟女客户吃饭 有 跟女客户吃饭不是很正常吗 但是我觉得那是她的一个借口 没有那么简单 你以前谈过恋爱吗 没有 你说你为她做了很多 你都为她做了一些什么方面 跟我们说说吗 就是 在她生病的时候 我一直在照顾她 一直给她做饭 家里的卫生这些 基本上都是我在收拾 主持人 是这样 我承认 她确实一开始是挺关心我的 就为我做了很多事 但后来就是那些事 我总感觉变质了 就感觉是在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在问她呢 你24岁之前没有谈过恋爱 是吗 对 那怎么就有勇气在抖音上面 认识了一个人 然后就为了她 就跑到了成都呢 我很好奇 因为我是 我当时我是真的很喜欢她 看到她抖音上拍的那些视频 第一眼的时候 我就感觉我 对她非常有好感 这个其实就是我好奇所在嘛 24年没有谈过恋爱 对 就是按我们的说法 这个小白嘛 你可以喜欢一个人 但那个勇气从哪来的呢 就一下就从甘肃 跑到了四川就去找她 好大胆 你们俩网恋了多久 你去奔的线 三个月左右 你不害怕被骗吗 可是我 不是应该男生去看女生吗 当时我在成都嘛 然后她 对啊 当时我在上班 然后我一直没时间去 然后她说她要来找我 不应该我是去找她吗 但是她已经比我 还先一步来找我 我觉得这样还挺好的 在一起了 就觉得她后面挺黏人的 就是 不是 人家第一次谈恋爱 当然黏着你了 在黏人上 就已经打扰到我正常工作的 所以你还想不想 跟她继续交往 如果她能改掉这些 不信任我的毛病就是 她改不掉了 她就是这样了 因为她的很多行为 我觉得也是关心 也不叫查岗 只不过投射到你那儿 叫查岗嘛 她就改不掉 她就这样了 你还会娶她吗 行了 剩下的时间 交给我们老师们 一起进入丘比特奔卷 恋爱中有一个通病 叫疑心病 在我眼里 你不但患上了这个病 而且病得很严重 两个人信任就在一起 不信任就一拍两三 尤其是你虚晃一枪 让所有的女性 来踩这一个陷阱 这些女性还真没什么事情 最后骂她神经病 如果有事情 你认为一个个就上钩了 这确实严重的影响到了 她的生活和工作 还有她的人际交往 恋人之间 我们不但要有信任 还要有尊重啊 女性做小做移情 大做双情 你现在做的真的有点大 已经伤到了你们真正的感情了 如果你还不意识到 自己行为错了 这个男生一定会走的 嗯 立总 好 姑娘我问你就是 你当时给她发了多少个 异性朋友的这个微信 就是说今夜我有空 基本上都发了吧 然后多少人回了 基本上没有吧 基本上没有是什么意思 看来是查到些什么东西 但你选择原谅她对吧 就是以后不要再犯了对不对 对 查到什么了呢 姑娘 有些人竟然跟她说好的可以啊 好的可以啊 这个代表什么呢 这代表什么 不不不不不 我觉得这代表很清楚啊 就是说 因为她那句话写的是 今晚我朋友不在家 来我家吃饭 这个我觉得暗示很明显了 就这个事儿其实已经翻篇了 对不对 是翻篇了对吧 当时查到的是我的那些好 我本来还想问你的一点 就是说 你你跟领导在一起 他让你拍领导 那你为什么不拍啊 我当时那么多人我咋拍 那么多人怎么拍 你但凡有一点点脑子 他给你打了十几次电话 对吧 你都挂了是不是 然后呢你出去 又给他回了一下 是不是 然后他让你拍领导 因为他不相信 你在跟领导在一起 是不是 你也知道他打十几次电话的 目的是什么对不对 就是为了证明 你到底跟一个女孩在一起 还是跟领导在一起 对不对 不是在讲话吗 对不对 我经常这样的呀 表示我很忙 真的是在忙工作 对吧 没办法理 那我就按一下语音嘛 就把大家开会的那个声音 发过去就行了 你根本都不用出去打电话 你干嘛一定要拍照呢 有的是方法可以证明啊 是不是 你拍办公桌也行啊 看来立足没少做证明题 你看看这经验丰富的 我们都听傻了你知道吗 真的听傻了 那是不是 就是你怎么闹 他也能接受 之所以他也一直接受和忍了 所以他就是犯我错 你刚才跟川哥说的可不对啊 你说证明他是大男 你就不干了 刚才你就说原谅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应该原谅他 还是不原谅他 我内心很纠结 我能看出来你很纠结 我觉得你们俩得定一个制度啊 我觉得我一般是特别不喜欢和反感这种 茶港这种行为的 因为我觉得这种行为 根本拴不住你们俩的爱情 你懂吧 嗯 但是呢我觉得既然你已经都原谅他一次了 你不能再原谅他第二次 因为他再有第二次你真的要走 但是呢你跟他约定一下 就比如说你不在的时候 他必须要跟你视频 既然他以前犯了错嘛 现在这种茶港就变成了你的赎罪 如果他不答应 我建议你也不要查了 你留一点自尊给自己 就走吧 好不好 谢谢利总啊 来 小鹏老师 亲爱的你知道你为什么随时随地 担心他出小菜吗 因为他长了一张特别诚实的假面 他戴着这张假面具让你认为 他就是一个很沉舍男人 我想问一下男生 在爱情当中 只有第三者叫背叛吗 我告诉你不是 当你对一旦感情不负责任 不主动也是一种背叛 你认为你没有背叛这个女生 但是我看到的是 你随时随地对她不主动关心 不主动嘘寒问暖 以及不主动地付出真情 女孩我想说一句话 第一次你的恋爱 你们在最开始微信聊天的时候 她就已经知道了对不对 对 三个月 试想一下 二十一岁的年轻男孩 在二十岁谈恋爱的时候 怎么可能不冲动地想去跟这个女生见面呢 三个月不去见她 还跟我说 三个月后她告诉我她要来见我 所以我想我就不用去了 激情当中的男生想方设法 在周末的时候都能快速冲到女生面前 而你能省三个月 这代表什么 你根本不主动 你只想聊她而已 第二个就一个场景 你说你要回甘肃老家对吧 对 在爱情当中 你的另外一半要去车站 你不送 我就纳闷了 我们结婚十几年 丈夫都会要送一下妻子 你才恋爱不到一年 女朋友要去车站 你送都不送代表什么 你心里根本没她 所以亲爱的女孩 一个男孩 在爱情当中的不主动 才会让你有所担心 一个男生 他在你们感情当中 不为你的关心 不为你的需求 去照顾 去体贴 就代表着 他对你的爱没那么深 你不是在查他 你每一次查的动作 是想从他身上找找 他还爱你的证明 在一个没有爱的关系当中 怎么去拿爱的证明 所以男孩不爱就不爱 赵老师刚刚问你的问题 很清楚 他不能改 也就是他还是需要你 给他很强烈的爱 你能给还是不能给 能给爱 给到爱 不能给 说明白就好了 爱情就是需要你负责任 坦诚就是最好的一种爱 同样对女孩 我希望你远离不适合的爱情 好好爱自己先 谢谢赵老师 林娜老师 我一直在想 是什么让这个女孩 一直呈现于一种惊慌的 像一只受惊吓的小白兔的 这种状况 你连看我们的眼神 都是惊慌的迷茫的 我觉得你特别傻 你用了这一些方法 其实都是在给你的男朋友 制造机会 假如他就是一个 从来没有招惹过女孩的男孩 也因为你的几次 在微信里头广泛撒网 制造了跟其他异性沟通的机会 第一次你发了你们的合影 给很多的人 然后这一些人可能当下不能回复 第二天或者什么时候 就可以给他发消息了 你女朋友啊 长得还不错啊 你现在怎么样啊 祝你幸福啊 两个人是不是有机会聊天了 男朋友可能会说 我女朋友不懂事 拿我的照片去发 然后呢 骚扰到你了 不好意思啊 一来二去的 这不就是给人家搭上话茬了 你的第二个方法更糟糕 第二次你直接发的是什么 宝贝啊 来我家吃饭 你这一些不但在帮你的男朋友 勾引人 并且你影响到了对方 比如说你发给了我 我老公看到怎么办 我老公会说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 不然他为什么给你发了一条 我女朋友不在 你就要到我家来吃饭 还要叫我宝贝 你不是制造了那么多人的家庭问题 情感问题吗 你凭什么你要谈恋爱 你要确定你的男朋友忠诚 你在确定这个的时候 损害别人的家庭幸福 情感幸福为代价呢 然后你的男朋友势必要解释吧 势必要说 哎呀又是我女朋友不懂事 然后怎样的可能我会跟他聊 哎你女朋友怎么这样啊 你是不是得换个女朋友啊 或者你女朋友怎么了 哎我们俩聊着聊着 是不是聊出感情了 你为什么要好好的去帮你的男朋友 下这些钩子 去勾住莫须有的危险呢 你一直说你在查 你想查到的到底是什么 是爱下去的勇气 还是离开他的勇气 我觉得是后者 因为如果你是想查 他是一个忠诚的男人 往往在查第一次的时候 就罢手了 查了一次 觉得嗯 经得住查 经得住我突袭 那么算了 我接下来不再疑他 我甚至会为我之前疑他 这个事情会觉得 懊悔 自禅行贿 我怎么是个这样的人 我怎么会查他 但只有你在不停地寻找 我要离开他的决心和勇气 你才会一遍又一遍地查下去 你离开了你的家乡 来到他的城市待得开心吗 这里没有你的朋友 没有你的家人 没有你擅长的工作 一切都是新的 所有的快乐都来自于他 只要你找到了他的 的确不值得你留下 你就可以回去了 你就 就在帮忙 你心里能怎么开心 有些人 都答应你了 我本就是想过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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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接下来看看这对年轻朋友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